今日的命题是《血的教授》 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呢? 祂来到要拯救罪人 这个就是祂的目的 在《马可福音2章17》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就要叫罪人悔改 耶稣说 悔改 神的觉近了 悔改 神的觉近了 悔改就是去天国的那道门 悔改就是进入天国的每一门 你是在一个被蒙蔽的状况之下 你是被摸在魔鬼的陷阱里面 你被蒙蔽了 你被蒙骗了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罪对于神来说是重要的 是严重的 罪是严肃的 是严重的 非常重要耶稣为你死 通过他的血为你得到救赎 犯罪是有后果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犯罪的 我并没有认真看待 当神呼召我 拥有高我 罪仍然是个问题 我得到一个癌症 我有四个熟灵的攻击 魔鬼尝试杀死我 正正因此我才认识到罪的严重性 正正因此我向别人悔改 正因此我才真心地去悔改 之后 我尝试请求别人对我宽恕 属灵的攻击停止了 癌症的医治就来了 情况更甚是 犯罪能够令你落地獄 犯罪不单止带来就座 魔鬼攻击你 举例 你在家里面 其他家人不是基督徒 而他们请求你做一些文化和宽恕的东西 例如一些不信的家庭的朋友 叫你去拜祖先 你或许会觉得没什么 但之后 你就与死人同值 斜令就能够攻击你 之后你就觉得有病了 是你选择去犯罪 魔鬼就乘机去攻击你 因为是神公义的血保护你 当你去看掌相的时候 当你打开你的掌 你叫人看你的掌 斜令就能够因此而进入 当你去观兆的时候 当你在黑暗的角度去做任何事 你就等于同意了斜令进入你的心 唯一一样能够救赎你的 就是神的血 就是能够令你得救赎的血 唯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 唯有神的血能够使你免得 唯有神的血能够使你免得一切的刑罚 谁罪的功架乃是死 神的血就能够废除死 保罗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 我们要将一切重担射开 令你陷入罗罗的罪 你有没有做了一些事容許这个罪去捆绑着你呢 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罪的严重性 很多年轻人想我为他祈祷 这些年轻人说我有精神问题 我有自杀倾向 当你问这些年轻人的时候 你听到什么 这些年轻人的回应就会说 我喜欢听时代曲 刚刚过去这个礼拜 我看到一个人 他本身有些湿疹 有些皮肤的问题 Pastor Mark就跟那位朋友说 你这个湿疹是来自你看一些不识情的东西 那位朋友就对Pastor Mark说 是呀 我真的有看 你选择去犯罪的时候 你就会因此而承担后果 犯罪就是魔鬼的功 耶稣说正正为此 耶稣就因此遥遥彰显 就来除去魔鬼一切的功 要更正因为不是耶稣说 而是使徒若翰 如果耶稣是生命的主宰的话 那这个魔鬼就是这个罪的作者 当一个人被释放的时候 那些邪灵往往想回来 他们怎么这么做呢 怎么进入呢 他们就要试探你去犯罪 一些关于性的邪灵 就尝试去试探你 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耶稣的血能够使你得熟 就是耶稣的血能够保护我们 就是耶稣的血能够救我们 使我们得救 神吩咐以色列人就要向门洒血 在门口上洒血 当死亡的侍者 跨越过门腔的时候 当死亡的侍者见到这些血 他就越过这道门 不再杀里面的手生 耶稣的血能够保护我们 当你犯罪 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就向神 你就向魔鬼开了一道门 当你出街的时候 有谁开了一道大门 没有人有一个大门 是打开的 然而当你犯罪的时候 就好像躺开了一道大门 一样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魔鬼做什么 就是来偷窃 去杀 杀 和毁灭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就向魔鬼一挡 但是耶稣说 我来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因着祂的边上 我们得医治 正正因为祂的血 使我们得医治 不单止身体的医治 更加是 灵魂得医治 得救 使我们全然得救 因为医治 和救赎 是一起的 而医治 和悔改 亦都是一起的 是耶稣的血 医治了你 同样也是 耶稣的血 病是来自犯罪 亚当、夏娃犯了罪 你的祖先犯了罪 你都同样犯了罪 有人犯了罪 开了一道门 万有都是在灵魂 我为了一个有肿瘤的人祈祷 肿瘤就消失了 但是她有一样物件 是有咒了的 是欲造的 她保留这个被咒了的物件 那个肿瘤就回来了 悔改是非常重要的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 叫教会的长老为你祈祷 用油高利 用信心的祈祷 就能够医治 神就使他起来 有些人来说 他就是要这些了 但是他想保留 他原有的生活 他不想改变 我只是想神救我而已 我什么都不想做 有人犯了罪的时候 能够得赦免 被承认罪的时候 你的罪就得赦免 医治和悔改 并不是分开来说 感谢主 悔改来自哪里 在神里来的 祂给你有能力 去悔改 祂给狗恩你 让你知道你是犯罪 祂给狗恩你 能够使你去悔改 不是单是因为你的 也不是纯因为祂的 祂会令你扎心 祂会令你知罪 你要做的就是要悔改 保罗说 可能神就因此赦免 好使他们知道真理 他们能够在罪里清醒过你 你有没有听清楚 他们能够知罪 他们能够知罪 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 你的脑根根本不正常 你被蒙蔽了 耶稣就是真理 你需要神的帮助 去见到真理 你需要属灵上的能力 去分别 就让你能够分别对和不对 是神的礼物 你需要祂的帮助 今天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被蒙蔽的基督徒 他们相信学校 政府告诉他们的东西 他们相信同性戀是可以的 觉得同居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被蒙蔽 他们需要圣灵去帮助 这个特别的恩典 除了神以外 没有其他真理 真理就在这里 感谢主 我们想要圣灵 对吗 我们如何凝聚 准备圣灵 去充满我们 去用火 去洗我们 准备的窍门就是灰改 在事道行转 二章 灰改 你就能够得着神 圣灵给你的恩赐 你就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赐 感谢主 圣灵不会想充满污慰的人 同意 同意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怎样能够胜过试探 谁想知道 怎样胜过试探 你必须进入不同的眼界 你必须进入不同的眼界 你必须进入不同的界别 与美信的人同一样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选择 他们在血气的界别里生活下去 但是识探不是由熟血气的领域开始 识探是来自宿灵的界别 通过我们的肉体 如果你活在你的肉体里面 你就不能够得胜 答案是 解决方法是 就是与灵、圣灵同行 就是神的高 当你走在圣灵里面 你就能够胜过属灵的攻击 但是你如果像普通人一样 你并没有能力去省个试探 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抗野 他就在圣灵里面 当他在试炼之中 我们都要持续地在圣灵里面 不要给我们的肉体 耶稣说 在黑西玛利园里面 当他快要死 试探就在黑西玛利园里面 试探就是叫他不要上十字塔 耶稣对着他昏睡的门徒 警醒、祈祷 心灵愿意 肉体却愿弱 警醒 祈祷 你觉得一切都没问题吗 但是除非你在圣灵里面警醒 你就会犯罪了 感谢主 罗马书第八章说 在耶稣里面的我们就不再被定罪 我们不是随从肉体 但是随从生灵的引导 使人得生命的灵 使我们脱离死亡 有一个律 有一个圣灵的律 在圣灵的公义里面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罪的律就是你会承担罪的后果 聪明的律就是使我得生命 聪过肉体的律 取从肉体的 就跟随肉体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你的眼目就注重在现今这个世界 但是随从圣灵的 他想到的就是圣灵的事 这个就是胜利 你的想法就是决定 如果你容许你的意志 任由肉体引导 这个就是结果 如果你用神的话 充满你的脑 你的心意就是定在神里面 感谢主 美好的事你们要思想 就能够使你得安息得祝福 在耶利米书中说 站立在路上 看看你的路 走在圣经上 看圣经上 这些朋友怎么说 不要紧要的 看神的话 看正路 走在正路上 你就能够灵魂得祝福 释放 很多年轻人今天 他们在摇患病毒 为疾病 他们在自伤 他们在疾病 他们在疾病 有一个方法 在疾病 很多年轻人今天 自残 但他们说 我们不会走进它 感谢神 耶稣的血 就为你的身体得宿而流出 能够从邪灵到拯救你出来 洁净你 使你灵魂得熟 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就能够使你得熟 神承担了你的罪 那个罪的功架 乃是死 耶稣流出的血 就为你付上这个熟架 而我们所得的 就是这个永生的好处 耶稣的血 就是说神的祝福 罪就是说 网罗 受苦 我们低头祈祷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 你充满黑暗 罪咎 羞 羞 我想对你们讲 人生充满希望在耶稣里面 向耶稣认罪悔改 你可以开口说的 在加拉太书 在加拉太书里说 什么是罪 任何在夫妇之外的性行为 任何的巫術 任何的疑端 不宽恕人的 憎恨的 堕胎的 懒惰的 求神去宽恕你 现在就向神 认罪 祂是信实的 祂是公义 祂就会宽恕你 宽恕你 就会洁净你 就好像你从未犯罪一样 神的大能 借着圣灵 就能够医治你 释放你 现在就承认罪 向神认罪 悔改 不论是什么罪 认罪悔改 我向着祢 我离开罪 我祈求神的 耶稣的血 去洁净我们的罪 来 祝福 给恩典我们 给恩典我们 去相信 现在 我相信 耶稣的血 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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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晶我 释放我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相信 耶稣基督 祂就是我救主 我拣选 去跟从祂 尽心去跟从祂 最离开了我 耶稣在我们前面 最在配合 阿们 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